嗨大家好我是梅小厨 今天做了花甲豆腐宝给家人吃 肉质肥美 豆腐也细饱了汤汁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做看看 最近的花甲椒子都是挺肥的 所以赶紧买来吃一吃 这些花甲19块钱 给它清洗干净 如果想要花格沙子土干净的话 你们在买的时候 可以将汤饭给你们装一点海水 这样子的话比你在家里面 加盐土的会更快一点 再准备洗净的老豆腐 我们给它切片 点在煎一煎铺底 然后我们再切一点料头葱姜蒜 我们拍碎然后全部切木 再切一点蒜苗根红椒块 点一下用来点缀蒸香 朋友们如果不喜欢蒜苗 苗苗的话你们也可以用葱花 葱花也是可以蒸香的蒸饰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 我们给它切片 好肥 铁锅我们一定要烧着这种冒烟 我们再倒入使用油 等下在煎豆腐的时候不容易沾 接着我们再下入豆腐 然后保持中火煎 豆腐刚放上去的时候先不要去动它 让它定型过后我们再翻 差不多煎了一分钟 我们就可以晃一下锅子 让它收入均匀 有请提醒朋友们煎豆腐的时候 不要去背其他的菜 很容易就是会被煎过头了 但是两面都是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捞起来 准备下锅预热然后喷点油 我们把这个水都放进去煎出油 煎出油脂以后 我们把多余的油给它倒出来 我们再下入葱姜蒜给它爆香 接着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开始调味 加入小勺盐 适量的松鲜鲜 然后大概一勺的酱油 蚝油的话要多一点朋友们大概一勺半 然后开大火给它煮个两分钟 外面这道菜我们盐不要加特别多 因为我们那个花甲本身它就是有咸味的 不然的话你加太多的话又过咸了 就不好吃了 两分钟过后我们就把豆腐给它铺到底部 再把花甲给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盐锅盖拧一圈米酒去新增香 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升华了 然后我们中火给它煮个四分钟就可以了 开口就行不要煮太久 不然的话肉就不肥美 四分钟过后我们打开盖子 把这个蒜苗跟红椒块放下去 再盖上 焗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一道仙上加仙的花甲豆腐煲就做好了 这个花甲的肉真的非常的肥 然后豆腐也是吸饱了汤汁 有空的话可以试一下 朋友们今天中午做了一个清朝海带苗 然后这一根是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水煮和鱼的配菜 我还没吃完豆芽蘑菇还有白菜 我就跟我四川老妈的香肠一起炒了一炒 然后这花甲豆腐煲 然后红烧螺肥鱼 这螺肥鱼是我公公自己开车去买的 还有鹿绒菇排骨汤 我们今天中午就这样吃 我要散烧溜煲 哇这花甲真的肥 很香 像是空侧吧 荧搅腌肉食吃食 牛肉里の香肠只是行的 好chutz 美味你把它加进一个 买它的香肠 要吃 臀面 媽媽 糖果都吃 是會長高高嗎 對啊 會長高高 打開燈 有沒有打開燈 沒打開燈 下次要注意 不能在按摩某的地方看書 眼睛會損害掉了 那時候看不見你了 然後眼睛會近視 會近像媽媽這樣戴眼睛就排況了 對 花甲還要嗎 花甲 還要啊 哥哥喝完了嗎 對 這個筷子還用嗎伯伯 不用了 不用了 你慢慢吃 我已經要吃完囉 我們要努力喔 你不吃這個 沒關係 我長高了 長高了 呀 還要吃了 難是怎樣 還要吃完 對 谢谢大家